欢迎来到我们的房地产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一些最新的房地产新闻 首先,香港的健身连锁品牌Physical在38年后宣告倒闭 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财务问题 还有为支付的租金和员工基金的争议 让人感到遗憾 接着,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房贷市场 尽管联邦储备局最近下掉了利率 但许多潜在买家仍然感到购房困难 他们希望能有更低的利率来改善负担 然而高房价却让人感到无奈 这种情况也让不少人对自己的购房决策产生了怀疑 最后,澳洲的房地产危机为亚洲投资者带来了机会 随着海外移民的增加和供应不足 许多投资者看到了在澳洲的建设租赁 和老年生活领域的潜力 不过,政府需要加强政策以解决根本问题 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导 香港健身连锁品牌Physical在上个月关闭时 银行账户中仅有约100万港元 但却背负着超过1000万港元的银行贷款 这家运营了38年的健身公司 在9月的突然关闭 引发了数千宗与预付服务相关的投诉 涉及金额高达1.9亿港元 据悉,Physical在关闭前的一些分店租金未付 初步调查显示其并无固定资产 账户中的资金甚至不足以支付一个分店的月租 随着关闭的消息传出 消费者委员会已收到5344宗投诉 最大的案件涉及超过200万港元的预付服务 尽管有公司表示将提供补偿服务 但消费者仍然面临不确定的局面 CNN报道 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和房价的攀升 许多美国人感到拥有房屋变得愈加遥不可及 尽管联邦储备局上个月降低了基准利率 并暗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降息 但疫情后的通胀仍对住房市场造成了影响 许多钱在买家感到被抛在了后面 而即使是已有住房的人 也对换房感到犹豫 27岁的制造工程师Robert Galvez 希望能在明年购买自己的房子 而73岁的退休人士Tony 则因为高昂的房价和抵押贷款利率 而考虑是否应该搬到更小的房子 对于一些新买家来说 降息可能带来的竞争压力 让他们感到不安 甚至有些人后悔在利率上升之前就已经购房 南华早报指出 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吸引了众多亚洲投资者的目光 尤其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虽然中国等国家也面临住房问题 但澳大利亚的情况尤为严重 随着国内外移民的增加 租金负担加重 这位大型投资者创造了机会 日本和新加坡的开发商 已经在澳大利亚的租赁住房市场中积极布局 并且香港的Gal Capital Partners 也在推进土地租赁社区项目 旨在满足老年人住房需求 尽管亚洲市场的老年住房需求日益增加 但香港的老年住房市场仍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 这也反映出整个亚洲面临的住房危机急需解决 BBC报道 英国的房价在上个月接近历史最高点 平均房价达到了293,399英镑 仅比2022年6月的记录 293,507英镑低了108英镑 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下降 买家的信心有所提升 房价已连续三个月上涨 Halifax的抵押贷款负责人Amanda Brydon表示 强劲的工资增长和降低的利率 使得抵押贷款的可承受性有所改善 导致过去一年中 抵押贷款协议数量增长超过40% 尽管如此 借款成本仍然对许多人 尤其是首次购房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日本时报报道 东京地区的新公寓价格依然高企 令许多普通买家望而却步 根据房地产经济研究所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东京及其周边的平均新公寓价格 达到了76.77元百万 约51万6千美元 而在东京中心的23个区 新公寓的平均价格 更是高达108.55元百万 连续第二年超出1亿日元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即使是高收入的强势情侣 也难以负担这样的价格 显示出东京房地产市场的严峻形势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新的研究表明 利用澳大利亚约1300万个 闲置卧室出租 可以在短期内缓解住房危机 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研究指出 澳大利亚需要更好的利用现有住房 同时建议政府考虑鼓励年长的房主 出租闲置房间 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大约有100万个空置房屋 政府需要采取干预措施 来应对住房危机 RMIT大学的Yago Dutzen教授认为 政府在公共住房上的支出 减少导致了当前的住房危机 呼吁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干预措施 来解决这一问题 Yahoo US报道 俄亥俄州的一位国会候选人 德里克·梅林 在托莱多拥有多处出租物业 但这些物业尚未获得签安全认证 梅林正在挑战现任国会代表 马尔西·卡普图 后者是国会中任期最长的女性 托莱多于2016年通过了一项法规 以防止儿童签中毒 要求1978年前建造的出租物业 必须获得签安全证书 梅林拥有的五处出租物业中 有三处尚未获得认证 尽管她的竞选发言人表示 所有需要证书的房产 均符合法律要求 梅林过去曾批评签安全措施 并推动有利于房东的法律 BBC报道称 英格兰正面临严重的住房危机 超过100万家停在等待社会住房 专家指出 未来十年每年需要建造9万套社会住房 但去年仅完成了不到5000套 由于财务不确定性 不适合的建筑和高昂的维修费用 许多原定用于社会住房的土地并未开发 房屋建设者表示 他们有13000套可供建设的经济试用房 但缺乏购买这些房产的住房提供者 随着政府削减社会住房租金 住房协会面临资金短缺 导致无法购买新物业 专家们警告 如果不增加社会住房的建设 许多地方政府可能会破产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随着租赁危机的加剧 许多50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开始参加室友素配活动 以寻找合适的合租伙伴 活动的发起人海伦 纽森 因经济压力而不得不寻找室友 他希望通过面对面的交流 帮助更多女性 参与者在安全的环境中介绍自己 并分享住房偏好 71岁的琳达·米勒德 在失去丈夫后 面临无家可归的危险 参加活动后 意识到许多女性 与她有着相似的经历 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合租房 房地产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面对面交流有助于 降低共享住房的恐惧感 但也提醒租客 在搬入前务必签订书面 租赁协议以保护双方权益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联邦金融服务部长斯蒂芬·琼斯 表示希望打击退休村运营商的不当行为 因其被指控对老年澳大利亚人 进行企业化的老人虐待 许多退休村居民及其家属 像ABC反映了高昂的退出费用 巨额的装修费用 以及对村庄管理层的缺乏透明度等问题 显示出运营商与居民之间 存在明显的权利不平衡 琼斯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消费部长会议上 讨论这一问题 并呼吁各州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南澳独立议员瑞贝卡·沙基对此表示 现行法律未能有效保护退休人员 急需进行议会调查 他形容这些合同和费用为企业化的老人虐待 此外 Housing for the Aged Action Group的执行官芬娜约克提到 90岁的莫林摩尔在退休村遭遇的悲惨待遇 正是该行业缺乏足够消费者保护和监管的体现 尽管一些州已经在修改退休村法律 但仍未能解决高额的退出费用问题 这让许多老年人无法负担养老院的费用 导致他们面临长时间的等待 沙基还呼吁将退休村合同视为金融产品 以便在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监管 南澳政府正在推动改革法案 以提高合同透明度和消费者保护 维多利亚州政府也计划在年内提交相关法律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6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6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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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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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